这是一部具有传奇色彩的影片 影片的主人公当年曾迷倒了万千少男少女和部分中老年妇女 有人因此片还为阿兰德龙写了一首歌 而上一场的配音老师们更是为这部影片增色不少 尤其是童子荣老师的华丽的嗓音更是令人记忆深刻 这就是今儿要跟大家聊的影片佐罗 自打这部上映于1975年的佐罗火了之后 一大堆打着佐罗旗号的影片如雨后春笋全都冒出来了 什么佐罗的面具佐罗传奇神奇的佐罗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但是跟阿兰德龙版的佐罗比起来 这些跟风之作没有一个能够超越 故事发生在16世纪的中叶 西班牙人在南美洲殖民统治的时代 即将到新阿拉贡上任的新总督在港口遇到了好朋友小汤同学 这个小汤是欧洲的顶级舰客 两人聊了一会儿国际形势之后 小汤发现屋子里的三个人行李可疑 于是便上去试探 这三个鬼鬼祟祟的家伙 是新阿拉贡的维尔塔商校派来刺杀新总督的 因为维尔塔商校基于总督的位子已久 他谋杀了老总督之后 以为自己会顺理成章的成为下任总督 可没想到老总督指定自己的侄子成为了新总督 趁着新总督散步的时候 三个杀手展开了行动 虽然小汤发现了事情不对 但最终还是晚了一步 为了替自己的好朋友报仇 也为了替天行到救新阿拉贡的黎明于水火 小汤冒充好朋友前往新阿拉贡救人总督一职 维尔塔商校是个残暴的家伙 他手握兵权四亿万五年 当地的老百姓整日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只要有人敢反对他 他就格杀无论 当他正当着大家伙的面大放厥词的时候 小汤哪个伟人状出现了 这个情况谁维尔塔商校没有想到 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 维尔塔商校故技重施 准备下毒把小汤给毒死 但老总督的那条大黑狗明察秋毫 提前把下了毒的山珍海豪给弄翻了 一群吃瓜的鸽子趁机飞过来抢吃的 很快就集体人亡了 维尔塔商校不仅心狠手辣 而且还是个剑术高手 小汤为了稳住维尔塔商校 一直表现的胆小怕顺弄肉无能 这一招确实很作效 在小汤的要求下 维尔塔商校派吃货 嘎西亚负责总督的安全 要说老总督那条忠诚的大黑狗 这是智慧过人的 他为小汤打开了老总督 生前修建的一个秘密通道 有了这条秘密的道 小汤今后的行动就方便多了 出来乍道 为了了解新阿拉宫的情况 小汤带着哑巴助理开始了微服死亡 发现这里的老百姓 在维尔塔商校的压榨下 生活的非常简单 修道士是为不畏强暴的正义之事 当他正在跟老百姓演讲的时候 维尔塔商校的手下七十八出钱 这个时候小汤才真正的意识到 维尔塔商校比他想象的更加恐怖 从小黑孩那里 小汤了解到了一个叫佐罗的黑狐心 这也成为了他之后行侠仗义的代号 替老百姓说话的修道士 最终被抓了起来 并且很快被判了鞭刑 就在修道士挨鞭子的时候 小汤戴着面具以佐罗的名义出现 这个造型当年曾迷倒了全世界无数的少女 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最帅的面具脸 当然也迷住了此边的女主大波浪 这帮缺乏训练的士兵手里虽然有枪 但却没有佐罗的鞭子块 一通七雷咔嚓就把这帮当兵的给驯服了 并在一名忠实的后背上留下了佐罗的记号 为了替老百姓讨回公道 佐罗开始了一系列的操作 大饭桶嘎西亚还有点不服气 被佐罗直接揍进了牛圈 但别忘了这可是1975年的影片 而且那个时候的法国影片有很多都是这种风格 比如我们所熟知的虎虎途鞋 出身贵族的大波浪由于长得貌美如花 一直是维尔塔上校梦寐以求的女神 但正值善领的大波浪是宁死不从 当维尔塔针对大波浪动手动脚的时候 佐罗及时出现了 被佐罗偷袭的维尔塔上校无奈 只好跪在了大波浪的面前请求女神的原谅 这次的英雄救美也使得大波浪彻底爱上了这个踹的吊汁的大侠 为了改善穷苦老百姓的生活 佐罗趁着赎罪节把那些有钱人给抢了一遍 受到了基层民众的好评 佐罗这边替老百姓谋福利的同时 维尔塔上校却把那些轻壮年的男人强行抓到框上干苦力 在自己的累累罪行上又添了浓重的玉米 为了能抓住佐罗 维尔塔上校跟贾总督小唐说出了自己的计划 那就是把大波浪给抓起来 然后又是佐罗先生 不过维尔塔上校此时可不知道小唐就是佐罗呀 小唐决定将计就计 再上演一次英雄救美的鸡马 他提前藏身在牢房里 利用荡秋仙的方法顺利的逃出了监狱 然后又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 摆脱了敌人的纠缠 最后大波浪骑着佐罗的马跑到了修道士的教堂 而佐罗则藏在木桶里顺利的逃了出去 此时的维尔塔上校突然想到 他的这个计策只告诉过总督 于是便带着大贩动嘎西亚赶往总督府 佐罗紧赶慢赶 终于在维尔塔上校进屋之前钻进了被窝 虽然维尔塔上校怀疑总督就是佐罗 但没有真凭时局他也无可奈何 为了解救那些被抓去干苦力的宽工 假总督小唐主动说要用自己把佐罗引出来 转过天小唐带着嘎西亚等人来到河边盗鱼 大批的士兵则埋伏在了四周 这次佐罗再次运用了声东机器的战术 在修道士等人的协助下 一帮孩子穿着佐罗的衣服吸引维尔塔上校等人的注意力 把这帮人遛的是汗流浃背 小唐则趁机换上佐罗的衣服 谎证劫持了总督 让嘎西亚把所有的矿工圈都放了 这个时候发现上当的维尔塔上校带着手下追了过来 这场追逐戏相当的帅 大波浪也在途中向佐罗表白了 但为了不连累大波浪 佐罗让大波浪半道下了车了 然后在维尔塔上校的注视下 佐罗赶着马车直接冲下悬崖掉进了水里 这下维尔塔上校高兴了 因为这一次性就死了两个他的眼中睛 维尔塔选择了一个黄道吉日 强行迎娶了大波浪 大波浪虽然一百个不愿意 但维尔塔上校大权在握 他要是不从 那么他的父母就混不下去了 就在这关键的时候 佐罗神气般的出现了 接下来就是佐罗和维尔塔上校的巅峰对决 这二位可以说都是当时的顶级剑客 从实力上其实难分伯仲 但维尔塔上校毕竟不得民心的 加上干了那么多的坏事本来就心虚 因此两人打来打去跳到塔顶上之后 佐罗把面具一摘 维尔塔彻底梦圈了 趁着对手脑子一片空白的时候 佐罗上去一箭就把维尔塔给扎死了 如果单从决斗层面上来说 佐罗多多少少有点生之不 但正义战胜邪恶是中往所归的 维尔塔上校的结局其实早就注定了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吧 只要长得够来劲 出门办事都会顺 不仅颇有女人缘撒个谎都有人信 感谢观看